今天亮哥传给我一个东西 他说你们不要误会了 管碧玲是在对新潮流道歉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新潮流的李文中 就是绿营的内部群组 内部群组他们有很多 对于这个事情的讨论 结果曝光了 这个退伏会的这个主委李文中 他就说绿营的表现 八年来一直犯同样的错误 在群组里面讲得非常的直白 不断这个开炮 他就讲到这个金门的帆船事件 他说因为这个金门的帆船事件 有没有 他说这个我方竟然没有 录影跟侧录器 匪夷所思 气无合理解释 看到这个我就怀疑 他应该不是核心内的人吧 大家说一定有嘛 只是不能说不好说 不能公开而已 所以他也相信没有录影设备 还有侧录器 然后来 还有一些细节 对他有讲嘛 他说他有讲 他说其实比较好的就是公开 有没有 何须隐瞒 对不对 他说 有没有 并没有提及有无擦撞事 是疏忽呢 还是避重就轻不明 其实在高速追逐中 难以避免有擦撞事情 何须隐瞒 但是官僚系统难免有此通病 所以李文中认证的 绿营怎么看待事情 也认为一开始是有所隐瞒 对不对 碰就是碰 撞就是撞 所以告诉大家 我们民进党 本党一直在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亮哥今天看到 这绿营内部的群组 曝光之后亮哥说 所以管妈道歉 因为是新系 新系有意见 管妈道歉 然后这个刘武殿的水道部分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今天他讲的这个讯息含量很大 第一个他讲到这个轻淤船 是不是能够进刘武殿航道 他说台湾的官员搞不清楚 非常的不专业 然后还以所谓的调查程序 拖延问题 所谓的执法来猥亵责任 才是台湾才是真正的三五 无情无礼无义 那另外今年大陆的政府工作报告 没有和平统一 我们《拉晚报》讨论了好多次 但是后来你看到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当中 是有和平统一 好像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整个事情还是惊动了 这个全球的媒体 包括香港 港媒这个经济报道的记者 也特别提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没有和平统一 是不是大陆立场有改变呢 香港你懂 香港看待这个事情 心里面也是跳了一下 那陈兵华怎么讲 很重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方针 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 注意哦 是最佳方式嘛 最希望 排第一的 那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在某些必要的时刻 所以你民进党这样搞 就是给了一些理由 是不是 所以我问一下这个委员 还有这个王定宇又来 他在本月 他在这个四 他说这个月四号 陆方要求我方海巡员员 到大陆送审 送审 如果可以 要不要干脆讲一讲呢 要不要干脆讲一讲 管妈怎么说 就我了解 外界现在诸多描述 不尽精确 我不知道我可能想太多了 我是觉得这段巡答当中 蛮多恶意的 就是故意把一个 可能没有的事情 讲得似乎煞有介事 但他又不能说有 所以就故意用着 很多不尽精确啊 但是你会觉得 那就是有了哦 是不是 所以我原理怎么看待 大陆的反应 管妈的反应 大陆说 有要我们的海巡官员 到大陆去受审 或受讯问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媒体报导 而是由王定宇自己写的 在脸书上写的 从来没有人证实过 也没有人否认过 那管碧玲跟王定宇 是同一个民进党的派系的 都是属于泄系的人马 所谓海派的 那他就讲 就我了解外界 在诸多描述不尽精确 没有外界哦 就是王定宇一个人 所以你是在讲王定宇描述不过精确 那请问你精确的是什么 对精确是什么 是还是不是你就说啊 就是啊 对啊 但是不好意思说 王伟你那个讲法是说谎 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还是说真有其事 那真有其事 我们纳闷 说要台湾的海巡去大陆受审的这件事情 是哪一个人讲的 对 来的人只有所谓的全州红石智慧 那还有谁 他说是全州台办的副主任 你们可能搞清楚 全州台办的副主任 在整个大陆的行政系统里面位阶是很低的哦 是不是我们等于派出个里长来讲说 哦你要到我台湾来受审是不是 不很好笑 哎呀我劝劝王定宇 你就干脆讲说 我那个是道听途说 是谁说的嘛 你讲给大家听嘛 陈兵华讲的也没有错啦 因为大陆的官方官媒 正式的说法都是和平统一啦 然后最佳方式啦 对啊刚才主席问的很好 那次佳方式 有最佳就有次佳嘛 我们很多决策理论都讲 第二次佳方式是什么 那次佳方式是使用武力嘛 现在就是搞得两方面的民情 多一点的剑拔弩张嘛 而且大陆的更加义愤填膺嘛 这个陈兵华被 我认为他是被迫的 他说三无是无情 无义无礼 这是大陆网民讲的 他不是第一个讲的 就是大家吵是不是三无 因为民进党刚开始讲说 哎呀你越界 我执法有理 第二个论述是说 他三无船只大陆都会取缔 我取缔有什么不对 第二个说法 都必谈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撞船 而我撞船不能讲 我们有接触 多数接触 高速转弯甩尾翻覆 对 都是你自行翻覆 就现在呢 证据就越描越黑 那为什么不敢把证据拿出来 你说哎呀检察官 妈妈 请问行政调查 行政调查有所谓这个问题吗 所以他这段咨询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真的被欺负 你看看大陆多过分 我们台湾的人要去那边受审 对不对 那委员讲的 委员看新闻看得很细 全台湾全世界 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 他讲完之后 当时民进党政府没有任何人附和 对吧 那他今天又就用一种 应该有 这是内幕 然后你可以透露一点点吗 这种态度有没有 有外星人 委员你可以透露一点点吗 用这种方式来讲 然后管妈的回答 也就是爱爱妹妹的 我了解这不尽精准啦 意思就是有这个事但是点点点 有没有两个人一搭一唱 同一个派系 这套好了嘛 对不对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 他还在带一种怎么样 我们有道理 大陆很可恶 好像撞船了 也刚刚好 也就是这样 是不是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好 好的 油膐 说得更响 可以帮助阳